香港人工作忙碌,生活压力大,影响家人关系和身心健康 社联同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于是在香港赛卖会慈善信托基金捐助之下 合作推行快乐家庭厨房传承运动 作为赛卖会外家人计划旗下的社区围本计划之一 目的是鼓励香港人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保持良好生活习惯,达至家家好健康 其中一个元素是正向沟通,鼓励大家多赞美家人 并和家人分享喜悦 服务单位圣工会圣像堂社区中心 就透过游戏活动向家长和小朋友灌输常赞美的重要性 我想在中国人的传统家庭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以行动或者以一些物质的答謝为主 送礼,例如成绩好就送礼物给他 但很多时候都忽略了真真正正人的需要 可能有一些说话,一些感恩的回归 可能才令小朋友明记心中 或者都记得父母在欣赏自己 活动中,每个家庭均获发一个感恩评 给小朋友将借医荒入评一面 培养欣赏和赞美身边人的习惯 家长都很喜欢这个构思 听一些姑娘说如何赞个小朋友 或者开口其实不难 或者可能用纸来传递自己想说话的 想和谁想说话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感恩评,一开始我跟她说 有感恩评要写,儿子 你今天有没有想多谢谁 或者你觉得有些东西要谢谢别人 你又说不出口 另一服务单位新生精神康复会捉完宿舍 就安排参与家庭做手作 从中分享快乐 有些活动可能家属她们多些机会 和康复者一起做的话 会欣赏到多些她们的优势 而家人的赞赏对她们都很重要 如果这些活动她们能够学习了之后 又在她们日常生活里面多些去做的话 我相信她们的关系会更加之和谐 参加者善宜和姨妈一起参加活动 她很喜欢自制的水晶球 还说要把它放在宿舍床边 这个水晶球刚刚弄好的 它有个雪人公仔在这里 还有有张卡字在这里写着 开心每一天 留为纪念 开心就一起 一起做一样东西都开心